《冲上云霄2》组合重剧。 加上新科金像影帝。 开拍重量级电影。 日前,47会动灵男神张志林、Chillam,出席新戏死亡通知单案《黑者》首部曲《双雄会》的启动仪式。 该电影是由邱李涛指导的香港电影,演员阵容也是令人相当期待,首先是两大影帝古天月及吴振宇,除了男神张志林之外,还有最美人七胡杏儿及罪行人夫周百豪等领衔主演。 小编搜了以下资料关于这部电影的大纲,该电影主要是讲述在某个城市里,由组织发放死亡通知单,将在何时以何罪名向何人实行死刑,即使收到通知单的人报案,或警方贴身报护,该组织照样能突破重围,轻而易举的首刃受刑人。 警方为此成立项目小组,却接触背后还隐藏住更大的阴谋。 而张志林在戏中是饰演一位警察,胡杏儿则是他的未婚妻,原以为两人有很多感情戏,但剧情却是未婚妻胡杏儿突然离奇死亡。 而张志林饰演的罗飞,不但是警察还是犯罪心理学天才,他为了找出未婚妻的死亡真相,一直在努力住。 不知道有没有吸引到各位戏迷,反正小编对张志林的作品几乎都是无法抗拒的,哈,必看必看。 不过,对于这次饰演警察的角色,张志林就表示自己处理得特别小心而且有挑战性。 接音,这个角色一直是处于一个精神不稳定的状态开,张志林作为专业演员当知道演员最怕就入戏太深。 对此他直言,我都怕,所以会小心处理,都是演员技术的一部分,演员是一个玩自己的行业,情绪要大起大落,所以我都会靠运动放松。 之后张志林在采访中更宣布,原本计划今年开的演唱要搁置至少一年了,皆因自己的工作今年已经排到满满了,无暇分身的张志林只能选择先完成手头上已开展的工作,其他的包括演唱会,一切还只是计划中,所以只能搁置。 我想搞演唱会这个计划中,我想搞演唱会这个计划要暂时搁置,其实都已经拿到宏馆年尾的期,但如果要搞演唱会,我这一刻已经要在怀背了,不过今年真的走不开。 批了期你都不要,宏馆下次不给你。不要呀。不要不给我,因为真的想认真去做,想每次都做到最好,拍完这部要拍网剧,发现做演员和歌手好男两全其美,加上新歌都未录音。 我要多谢宏馆先,可能是夏年或后年,当我有期就会再录制申请。